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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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钢结构 那么在讲之前 首先把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 简单来进行一个回顾 关于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 那么首先想到就是 你想这个施工混凝土的话 里边有哪些环节 我们要绑扎钢筋 我们要织膜 然后我们要胶筑混凝土 是不是 那么在胶筑的过程当中 有地方我们要留施工缝 以此相关的这些知识点 能不能联想出来一些 所以说我们首先 胶筑混凝土需要模板 模板设计的主要原则 三大原则 实用安全还有经济 那么安全的原则就是 强度钢度稳定性 是不是 那么有模板有关的 在一个就是开除 首先来说 那么开除如果设计上 没有规定的时候 同条件仰后的实块 要达到一个规定的强度 这个上考场之前 是必须要给我记住的 毋庸置疑的 对不对 对于板有一个250 还记得吧 小约等于两米的跨度的话 那么强度达到50% 然后如果是8的话 75% 超过8的话 大于8 无论是把两拱枪而悬壁 全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全是百分之百 那么对于悬壁结构 永远都是百分之百 对吧 模板呢 我们还需要什么 起拱 是不是啊 如果说跨度 对于不小于四米的 那个跨度的这个两百 那么我们如果是 没有规定的话 我们要按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 起拱 像这样的数据 必须数计 必须数计 那么再一个就是 模板讲完了 我们讲完钢筋 钢筋的话 有钢筋的下掉长度 是吧 重点我们讲什么 弯曲钢筋 还有印象吗 弯曲钢筋 重点就是那个弯曲调整值 注意 弯曲调整值 减还是加 减 减掉 减 因为 因为钢筋在弯的时候 长度会变长 就是 钢筋代化 钢筋代化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等强度原则 一个是等面积原则 那么当你受强度控制的时候 那就是说代化前后 那么我们这个钢筋所提供的这个承载力是相同的 那么等面积代化 那就是代化前后钢筋的面积是相同的 那么有 当然代化要争取哪个单位同意 设计单位 是不是 设计单位 有同学我看留言说让我给大家讲下钢筋代化 是不是 我没法讲 各位 亲爱的同学们 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冯老师就教这门课 我们算钢筋的这个用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核心公式很简单 一个是力的平衡 一个是弯曲的平衡 一个是力的平衡 一个是弯曲的平衡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边吧 这是混凝土提供的压力和钢筋提供的拉力 力要平衡 那么这里边这个AS 就是我们受拉钢筋的几面面积 那么在这个公式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会用到一些的参数 公式的变形 那么我们是通过一系列计算最后把AS计算出来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计算 我们这个量所提供的这个抗拉承载力 抗拉强度或承受的弯曲是多大 我们可以进行他所谓的强度的计算 我们也可以进行面积的计算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如果让我跟你讲这个 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是不是 我只是拿出来公式吓大家一跳 它其实是很很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 钢筋混凝土结构 对于土工程中的学生来讲 都是非常难的一门课程 因为这门课程 全大部分都是公式和符号 对老师来讲 我们觉得其实核心公式很简单 就是一个立的平衡 一个半句平衡 但是大家觉得很难 好 简单说一下这个事 想强调一点 就是咱们备考 当然是通过考试是首要的 再一个就是学习知识 我们还要适当的学习知识 就是不要太抠那个太钻牛角将 有一些知识 就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既然是等强度代换 代换前后强度要相同 等面积代换的话 代换前后面积就要相同 就这么简单 那么代换要争得谁的同意 设计单位同意 你把我说的这几句话 记住就OK了 这块知识点过 我不管它核心 你又不是考注册结误工程师 你要考注册结误工程师 这工是必须要回的 因为它要考主观的案例题 是吧 所以说不要在这些小的问题上 过于跟它纠缠 钢筋的连接三大方式 焊接机械连接 还有绑架连接 每一种 里边最没有忌讳的是机械连接 它也是效果最好的 但是它什么 成本是最高的 对吧 那么对于焊接 还有绑架连接 都有很多的忌讳 是不是 比方说这个承受动力贺载 焊接还有绑架连接都不合适 对吧 那么他们的各自的忌讳 这是要记住的 在此不多说 那么关于混凝土的这个半置的原材料的要求 比方说水泥 我们要对什么进行进场检验 我们在后面啊 管理的部分还会再讲啊 强度 安定性 还有一些 凝结时间等必要的一些检测指标进行检验 对不对 简单的一个小的回顾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讲我们这个新的这节课新的知识点 与应力混凝土 应力工程呢 按照与应力施加的方式 我们分先章法和后章法 所谓先章和后章和谁比 和焦注混凝土比 如果说我们先章拉钢机 再焦注混凝土 这就要先章法 所谓后章法 那就是先焦注混凝土 混凝土硬化以后我们再张拉钢机 我在讲这两个方法之前 冯老师专门做了一个简易的工具 从家里找了一个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大概我们先把这个事啊 先把这个道理 咱们先说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基础的知识 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何为于应力 应力就是我们混凝土都知道 它的抗拉强度很低 容易开裂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们预先给混凝土 存进去一部分压硬力 预先存进去一部分 那么当混凝土受拉的时候 那么我们存进去的压硬力 释放出来来抵抗这个拉硬力 是不是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 量的这个抗拉承载力啊 存进去一部分啊 比方说你最大能够承受三兆帕的这个 这个拉力 我预先存进去两兆帕 那么你就相当于你可以承受几兆帕了 五兆帕的拉硬力了 因为当你受到两兆帕拉硬力的时候 那你存进去的那两兆帕 刚好就跟它抵消了 然后你再受到额外的拉硬力的时候 才要靠这个材料本身的能力去抵抗 预存进去的这块 它是可以起到这个平衡拉硬力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讲过裂缝控制 分三个等级还有影响 第一个等级就是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构建 怎么样才能不允许出现裂缝 它压根就不出现拉硬力 就是我们这个构建 为什么它不是不受拉硬力 是因为它预存进去很大的一个压硬力 当你受拉的时候 预存进去的压硬力 就把那个拉硬力抵消了 就导致你这个构建压根就不受拉 那当然不受拉 当然就不会拉力 就不会开力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那就是说受到底部受到拉硬力 但是这拉硬力并没有超过 我们这个构建的抗拉长度 所以不会拉力 是不是 第三种 那就是超过了 就允许在裂缝工作 是吧 我们说过 说裂缝等级第一级和第二级 只有硬力构建能达到 是不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把这个压硬力存进去 是不是 存进去 那么我不妨看一下这个模具 钢筋就像我们这个橡皮筋一样 大家看一下 你把它拉长 你把它拉长 钢筋也是可以拉长的 对不对 当然 比方说有个台座 我把这钢筋拉长了 先把钢筋拉长 现在它处于一种张拉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那么张拉好了以后 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再浇注混凝土 对不对 浇注完混凝土怎么着 我把这个钢筋放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我只要一放张 它有一个巨大的回弹力 是不是 如果我这上面 如果本身就有混凝土的话 混凝土和它是粘到一起的 那么钢筋在回弹的时候 那个巨大的回弹力 就把混凝土给什么 给挤压了 是不是 那混凝土就像那 给挤压了吧 那么就是把压硬力给存进去了吗 所以说对于先张法 它的这种硬硬力 是怎么存进去的 是靠混凝土和钢筋之间 这种什么东西 这种粘结硬力 粘结硬力 钢筋在回缩的时候 钢筋的回缩 是通过钢筋和混凝土之间的 这种粘结硬力 传递给混凝土的 然后把混凝土一块带着回缩了 能跟上 好 这是先张法 先张拉钢筋 张拉紧了以后 在上面胶筑混凝土 然后剪断钢筋 放张 然后钢筋回缩 通过粘距力 把混凝土也预压了 这是先张法 后张法是什么呢 是先胶筑混凝土 当然在胶筑混凝土之前 我预留孔道 预留孔道 然后我穿上钢筋 然后我胶筑混凝土 我胶筑混凝土 胶筑完混凝土之后 我摊钢筋 我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张拉了 当混凝土的强度 比方说这就是混凝土 当这个混凝土的强度 达到一定的强度以后 我就可以张拉钢筋了 现在问题就是 比方说 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个混凝土的强度 已经达到要求了 我们要求是达到 实际强度的75% 大家想一下 我在拉这里边钢筋的时候 我比方说这个混凝土 钢筋呢 我们一般是一端张拉 就这边毛固住 这边毛固住 然后我张拉钢筋 张拉这一端 你想想 那你在张拉的时候 那个反作用力要作用在谁的上面 我们的先张法 在张拉钢筋的时候 我又有个台座 是钢筋是放在台座上这样拉的 那么对于后张法 你的混凝土已经硬化了 混凝土硬化 你在混凝土 这个 在这个什么的时候 在交出混凝土之前 我们里边是预留孔道的 钢筋是可以穿进去的 所以我们在张拉钢筋的时候 我们这个拉硬力 这个反作用力要通过这个 要通过这个夹具 通过这个夹具 施加到我们的混凝土上 那么当这个钢筋张拉到控制硬力 比如说张拉到我们的设定值的时候 张紧了以后 那么我们这个钢筋要什么 要毛固到这个构件上 对不对 要毛固到上面才可以 我们在拉钢筋的时候 那个反作用力是通过这个毛具 作用在这个构件上 所以说在颠拉钢筋 反作用力作用在我们的混凝土上 通过毛具 那么混凝土就被挤压了 预压应力就传递进去了 那明白 预压应力就传递进去了 能理解是不是 所以说先张法 它怎么样传递 就是通过钢筋和混凝土之间的 粘结应力 而后张法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毛具 通过这个毛具 最后我们的钢筋是要毛固在上面的 最后是要毛固到上面的 所以说这个道理你要是明白了 那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先张和后张 对于后张法的话 那么按照我们的应力钢筋 在混凝土当中 它和混凝土是有粘结的 还是没有粘结的 又分有粘结应力和无粘结应力 混凝土 那么对于先张法的话 先张拉钢筋 大家看到这台座了 我们在台座上 一端固定 一端张拉 一般是一端张拉 张拉到控制应力以后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交出混凝土 混凝土强度达到我们的75%的 适应强度 然后减断钢筋 放张 通过粘结应力传递给混凝土 这样混凝土就被挤压了 预存进去一块压应力 是吧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 这是我们那个大台座 那个大台座 这是先张法 那么对于后张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后张法是先 交注混凝土 那么交注完混凝土以后呢 在这里边 预先是预留了孔道 我们穿钢筋 穿完钢筋以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张拉钢筋了 张拉钢筋完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毛具 大家看到了吗 在张拉的时候 是通过这个毛具 是不是要把那个反作用力施加给混凝土 把混凝土给挤压 给挤压 把阴压给传递进去 而且张拉紧了以后 那这个要毛固住 所以说这个毛具是永久的 它和先张法不一样 先张法不需要毛具 但是后张法这个毛具是永久的在我们的构建上的 对不对 永久的在这个构建上的 好嘞 那么你张拉到位以后呢 这里边如果是有年结的余英力混凝土的话 那么我们还要灌江 让这个余英力金和这个混凝土 要更好的粘接到一起 我们预留孔道 预留孔道从里边灌江 让他们年结更好的 年结到一起 更好的年结到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后张法 那么对于有年结的余英力混凝土 首先什么时候张拉钢筋混凝土达到75%以上的强度的时候 在张拉钢筋 主要的张拉程序是我们是先埋管制孔 因为你要埋设一个我们不是要穿钢筋吗 穿钢筋的话你要先预留一个孔道 所以说要穿上一个管相当于跟模具一样 那么交住混凝土把管抽出来 然后我们这时候穿钢筋 穿了钢筋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张拉张拉完之后立马要毛固住 毛固住然后就是灌江 防止钢筋生锈 这就是我们的先章法 后章法 后章法 它的传逆的力竞是什么 依靠毛具阻止钢筋回弹 是吧 那么使我们的截灭的混凝土 获得预压盈利 因为那个毛具是始终固定在我们那个构件上的 是吧 相当于把钢筋牢固的 是不是锁在我们的构件上 那么这种优点是设备比较简单 它不需要这个张拉台做 它可以在我们的施工现场来完成 缺点是什么 有粘结预压盈利混凝土 由于这个粘结预压的这个粘结力的存在 使得我们这个粘结预压盈利会有些损失 因为这个粘结盈利的存在 它会有摩擦力 所以说咱们预存进去的那个压盈利会有损失 叫预压盈利损失 由于这个摩擦力的存在 这个粘结力的存在 会让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预存进去的这个预盈利有所降低 导致我们的这个压 混凝土的预压盈利降低 所以说应该设法减少这种年节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有什么 有无年节预盈利混凝土 何为无年节呢 就是说大家看到哈 对于无年节运利 当时一般我们都有一个这样套筒 一个套筒 这个套筒是永久的在里边的哈 然后我们的钢筋在这 预压盈利筋在这个套筒里边 这个钢筋和外面的混凝土 是不直接接触 是不直接接触的 这是一张施工现场的照片哈 有同学可能会说 方老师张拉钢筋 这个钢筋还可以是曲线形式吗 是的 可以是曲线的 不一定非得是直线啊 所以在这个施工现场当中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哈 这就是我们的预压盈利筋 是吧 带这种套筒的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预压钢筋呢 沿着全长 它的外表呢 要涂刷 沥青等防腐的 防滑的这种材料 然后我们再包上塑料纸也好 套筒也好 那么这个可以保证 我们的钢筋和混凝土之间 是不建立年节力的 这时候我们再 交住混凝土 然后张拉钢筋 张拉到位以后 立马要锁住 锁住 施工的时候 和我们普通混凝土一样 将钢筋放入设计的位置 就可以直接来交住混凝土了 它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像我们 有年节的预压盈利 混凝土一样 不需要预留孔道 是不是啊 不需要你预留孔道 混凝土达到强度以后 再穿上运压机 再张拉 它不需要预留孔道 不需要穿机 因为有同学可能说了 那冯老师 你这种钢筋不穿 穿钢筋的意思是 混凝土硬化以后 是不是啊 在这个混凝土当中 我们把预压盈利金 再穿进去 对吧 我们现在这种 无年节的 不需要这种 为什么 是因为 这个预压盈利金啊 和我们的普通钢筋一样 提前布设好 就像这样 像我们的普通钢筋 它和我们的普通钢筋 是一起来布设 只不过它是在后半段布设 先布设普通的钢筋 然后后半段再布设 我们的预压盈利金 布设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 浇注混凝土了 混凝土强度达到 事宜要求 我们就可以张拉了 所以它无需预留孔道 勘机 当然也就无需灌疆 对吧 简化了我们的施工程序 由于无年节预压盈利 混凝土 有效预压盈利增大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那个损失 没有那个年节盈利 导致那个摩擦力的存在 不会让我们这个盈利损失 所以说我们的预压盈利会增大 降低造价 适用于跨度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些构建 对吧 好 大概介绍一下 咱补充一下这些知识 大家了解了这个 整个的一个施工工艺的流程 对于理解我们这个 这部分的知识点 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吧 好 总结一下 先张法的特点是 先张拉钢筋 再交出混凝土 应力是靠钢筋和混凝土之间的 年节力 是不是 传递给混凝土的 后张法的特点是 先交出混凝土 后将拉钢筋 对不对 那么应力是通过毛具 传递给混凝土的 并使混凝土产生 预压盈利 无论是先张法 还是后张法 混凝土都必须要达到 规定的强度 那个强度 记住一个数字 75% 先张法是 混凝土达到75% 钢筋才能放张 才能减断 对于后张法 混凝土的强度达到75% 设体强度75% 你才可以张拉钢筋 都是75% OK 好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 咱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先张法 台座在先张法生产中呢 承受余英力尽的全部张拉里 就是你 你那个法作用力是要台座来支撑的 所以这个台座又足够的什么 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 那么在先张法当中 施加余英力呢 一采用一端张拉 当然有的时候可以采用两端 最好是一端张拉 张拉的时候 根据构建的情况 可以采取单根钢筋 多根钢筋 或整体一次性张拉 都是可以的 当采用一根一根钢筋张拉的时候 我们的张拉顺序是由下向上 记住这个顺序 我们的张拉顺序 由下往上来张拉 由中到边 或对称进行 由中到两边 记住这个方向 那么英力金在放张的时候 混凝土的强度又达到实际要求 当设计没有要求的时候 不应该低于设计混凝土立方体 强度标准值的75% 那么采用消除英力钢丝 或者是钢脚线 作为英力金的先张法构建 尚不应该小于混凝土的强度 像不应该小于30兆判 指的是钢筋放张的时候 钢筋放张的时候 混凝土的强度 尚不应该小于30兆判 指的是采用这样的钢丝或钢脚线的时候 好 后张法 先说我们重点介绍这种 无年节于英力 就是无年节于英力金 那么这是现在的一种 更先进的后张法的一种施工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施工现场图当中 普通钢筋都是这种常见的这种金属的颜色 这个绿色的 就是我们的无年节于英力金 它不是套筒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套筒 那这个是上面有一个跟塑料薄膜一样 对吧 它包裹的 那么它如同普通钢筋一样 先铺设在我们预先制好的模板内 然后再凋住混凝土 但混凝土强度达到是要求再张了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不需要预留孔道 穿金灌浆 施工工艺简单 施工的主要工作就是无年节 运力金的铺设 然后是张拉 最后是毛固 对不对 做的工作 铺设 张拉 毛固 好 无年节运力金 一般在普通钢筋绑大的后期开始铺设 并与普通钢筋 穿插进行 那么大家看到啊 这就是我们施工现场啊 施工现场这个啊 可以看了 这有无年节运力金 这是带套筒的 对吧 这带套筒的 那么这是那个钢筋术 是吧 这是那个毛具啊 这毛具 那么运力金在张拉的时候 混凝土强度必须达到事业要求 如果没有设计要求的话 不应该提设计 混凝土立方体 它强度标准值的 75% 他考你的话 应该是考你选择体 考你选择体 好 那么 鱼音力张拉要符合设计要求 通常鱼音力金张拉的方式 就像先章法一样 有一端张拉 有两端张拉 有粘节鱼音力金的长度 不大于20米的时候 那么 可以一端张拉 如果太长 大于20米的时候 就要考虑两端张拉 那么 鱼音力金 如果是直线形式的话 一端张拉的长度 可以延长至35米 这是这个 我觉得20米 这个数字可以记住 35米 这个 是大家的情况 这个有点细了 对吧 无年节鱼音力金的长度 不大于40米的时候 可一端张拉 大于40米的时候 一两端张拉 相当于是什么 是它的两倍 是吧 有年节鱼音力金 是20米以内的话 最好是一端张拉 而对于无年节鱼音力金的话 那就是40米翻一倍 是不是啊 翻一倍 所以记住20乘以2 那就是无年节的 对吧 相当的关系 张拉的顺序 一按均匀对称的原则 进行张拉 那么鱼音 我们现在指的这个张拉 顺序 因为我们后张法 是先做这个 混凝土的构建 在构建上直接张拉 钢筋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后张法 都在施工现场完成的 因此现在我们讲的 这个张拉顺序 指的是一个构建 比方说我的把 次粮和主粮 都需要施加于英里 那么我先张拉谁 而我们刚刚讲过 先张法的张拉顺序 它指的是钢筋 当你一根一根张拉的时候 那么有上排的钢筋 有下排的钢筋 我先从下边开始张拉 一先从下边开始张拉 从中间到两边 都是下面的 那先 比方说下面有四根钢筋 我先张拉谁 我先张拉中间的 明白 那是钢筋的张拉顺序 而这儿的张拉顺序 指的是什么 构建 有次粮有主粮 我们知道板在最上面 板搭在次粮上 次粮搭在主粮 那么它的张拉顺序是 按照由上到下的顺序来张拉 所以先张拉板 后张拉次粮 再就是这个主粮 对不对 后张拉主粮 这样子 对于平过的重叠构建 也是以先上后下 逐层张拉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你想想 同样都在 这样重叠着 板是最薄的 也是最容易开裂的 对不对 那么你在张拉的时候 那么上面相当于给 给挤压紧了 是吧 相当于给压短了 压缩了 那么 如果就像一个 面包一样 或者一个海绵一样 你上面挤压紧了 那下面有可能带着会 底部会瘦弯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好比是这样子 你正常是一个 这样的形状 对不对 那你要是挤压的话 对不对 你要是挤压成这样的下部 是不是会这样会受歪 有可能会有一点点 是不是 所以说如果我们下面是次量和主量 它承载力大 它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是先挤压上面的 如果说翻过来 你先挤压下面呢 你先挤压下面会上拱 对不对 它会上拱 那这可能会下边被挤压了 那上边可能就会凸起来 你别忘了上面是谁 板啊 板比较薄啊 容易开裂吧 所以咱们在张拉的时候 先张拉上面的 再先张拉上面的 再张拉下面的 是吧 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呢 就是方便 方便 我们先张拉上面的 一层一层往下来 好吧 好嘞 就是简单帮大家来记一下 也就是说 对于先张法 对于钢筋一根一根张拉的话 我们是由下到上来张拉 它也没有几排 咱们拥压钢筋 也就顶过两三排这样排摄 对不对 没有几排钢筋 而对于我们这构建的 后张法是在构建上张拉钢筋 那么有次量有阻量 这个怎么样张拉呢 先张拉上面的 按照我们的这个力的传递顺序 好吧 好 拥压金的张拉 以什么控制为主 这个容易考单选题 以张拉控制硬力为主 钢筋的伸长值作为较合 以张拉控制的张拉力为主 以钢筋的伸长值作为较合 对于后张法 余英力结构构建 断裂或滑坡的余英力筋 严禁超过同一余英力筋 总数的同一个截面上 你断的钢筋 严禁超过这个截面上 钢筋总数量的3% 这是一个数量的要求 同时呢 每一数 每数钢筋丝 不得超过一丝断裂 每一数 比方说 这就是是不是 这么就是一数 对吧 那么放大了一看 你断裂不得超过一丝 那明白 这么一个就是一丝 好 余英力筋张拉完毕以后 好不容易张拉在这控制硬力 你该及时的把它锁住 是不是啊 固定住 对不对 用谁来固定啊 用毛具来固定啊 对不对 应该啊 这个张拉完毕以后啊 应该及时固定 用毛具固定住以后 还要进行孔道的灌浆 这个指的是那个什么 有年节的余英力构建 对不对啊 灌浆用的水泥浆呢 一采用硅酸水泥 或者是普通硅酸水泥 为什么要用这么 不能用那个符合硅酸水泥 或矿炸粉煤灰之类的水泥 是因为那种水泥强度低 这我们要求什么 要求一个很高的强度 水胶比呢 不应该大于 0.45 强度不应小于30兆炮 刚刚我们也提过一个30兆炮 还有印象吗 对于先章法 如果是消除于英力的钢 似乎钢表现 钢筋在放章的时候 混泥土的强度不得小于多少兆炮 30兆炮 对吧 这个地方指的是 后章法当中 有年节应力的后章法 那么我们灌浆的 那个水泥浆的强度 不得低于30兆炮 好 这部分的知识点就这些 简单进行一个总结 签章和后章 章拉的顺序 这个指的是钢筋 是由下 由下即上 由下即上 由中到边或对称 那么这个后章法 后章法的话 它的章拉顺序 如果说是由板 先章拉板 然后是次量 然后是主量 对不对 是由上而下 那明白 是由上而下 那么放章的强度 或章拉的强度 都要求混凝土的强度 不低于立方体卡强度的75% 那么其他的知识点 我们刚刚都强调过了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 它的施工工艺 进而来掌握这些关键的知识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题目 来考到大家 哪些是关键的 比方说像这样的题目 先章法 于英力施工当中 于英力金放章的时候 混凝土强度应该符合要求 没有设计要求的时候 都应该地 不要人知道百分之多少 好 瞬间就能回答出来 对不对 好 再看 关于于英力工程施工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是2018年考的一个单选题 人家没有说是先章 还是后章 对不对 人只是说 正确的是 都使用台座吗 这个没有选 只有先章法是台座 是不是 好 都预留英力孔道吗 只有后章法的 而且是有年节英力的 是不是 都采用放章工艺吗 这要是后章法 还把当地给放了呀 毛固住是不是 所以说只有先章法 才有放章啊 钢筋的放章啊 是吧 因此答案应该选什么 选地 都使用什么 张拉设备啊 这个题不能错啊 有同学选三 嗯 不对 不对啊 不对 好 再来 关于后章法 英力金的张拉控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选哪个呢 以张拉力控制张拉力为主 钢筋的伸长值作为较和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B 是吧 答应应该选择B 再来 后章法 无年节英力混凝土楼板施工当中 那么英力金的张拉顺序 先张拉谁 后张拉谁 先张拉力板 后张拉凉 是吧 先板 后凉 好 B 是吧 再来 无年节英力混凝土施工的时候 无需怎么着 无年节的 这个题答应该选A 对吧 无需一流孔道和灌浆 比较简单 再看 欲英力金张拉完毕后 应该及时进行 孔道的灌浆 防止钢筋生锈 灌浆用水泥浆28天标准养护 抗压强度 不应该低于多少兆帕 不应该低于 整个关于余英力这个地方 就一个关于兆帕的数字 是多少 30是吧 30兆帕 答应该选择C 是吧 答应该选择C 好 关于这部分知识点 到此结束 这考点相对是一个比较低频的考点 一般考察选择题为主 虽然是低频考点 但是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工程当中 运力结构 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说大家要多少了解一些 是吧 那么重点记忆 不同方法 钢筋的张拉顺序 以及钢筋放张 还有张拉的时候 混凝土应该达到的强度要求 就是75% 对不对 好 关于运力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讲气体结合工程施工 首先介绍一下气数沙江 其实这块我们在建筑材料的部分 介绍过 对不对 简单了解 这没有什么考虑 水泥的强度等级 根据沙江的品种和强度等级的要求 进行选择 M15 M15 这是M是沙江的强度的代号 像混凝土的话就是C 沙江就是M 对吧 因为它的英文单词是MOTAR M15 以下的强度等级的七度沙江 应该是选用32.5的归算水泥或七度水泥 那么M15以上的沙江呢 我们要选用42.5的普通归算水泥 因为强度高了 这样没有任何的考点 沙子要选用中沙 如果说是毛石气体的话 应该选用粗沙 毛石不是料石 毛石是直接开采出来的 没有进行修整的 所以说毛石极其不规则 缝隙特别大 那个时候你用细沙不合适 中沙也不合适 只能用粗沙 粗沙 石灰高 因为我们有混合沙江 是吧 混合沙江就是 水泥沙子水还要额外加上谁啊 加石灰 加石灰的目的呢 是我们这个沙江的流动性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沙江的这个流动性更好 合一性更好 而且保水性也好 但是呢 你加了它以后强度会受影响 强度会受影响 但是它会让我们更好去施工抹面 那么你想用这个石灰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石灰要事先熟化成这个石灰高 那么这是这个生石灰的生石灰块 那么这是石灰石粉 那么我们这是这个熟化的一个施工现场的照片 这个生石灰呢 是氧化钙 加上水 它熟化就是和水反应啊 那么就生成氢氧化钙 这是一个放热反应啊 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那么我们在熟化之前应该用孔性不大于三成三的这样的网过滤 把粗的这种颗粒 粗颗粒它的熟化时间非常慢啊 给它过滤掉 那么熟化的时间是不得少于七天的 那么磨细的生石灰粉 由于它比较细 它熟化比较快 它的熟化时间不少于两天 对于一般的熟化时间不得少于七天 对于配置水泥石灰沙浆的时候 不得采用脱水硬化的石灰高 那么消石灰粉也是不得直接用于我们的七柱沙浆的 是因为像这样的脱水硬化石膏也好 消石灰粉也好 它本身这个颗粒比较大 你加到我们这个水泥沙浆当中 它对于改善我们沙浆的这种合一性 或者说可塑性 就是这种沙浆我们便于我们施工的这种可塑性 没有帮助 没有什么帮助 而且还影响强度 那我干嘛要用你啊 是不是 所以说对于这种脱水硬化的这种石灰高 还有消石灰粉是不得用的 关于石灰还有这个石膏 这块知识点以前咱们调材当中在建筑材料部分还讲 现在呢把它删了 所以说在讲这块知识点的时候 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知识 听起来可能会有一定问题 一点点问题 但是既然那块删掉了 这块考你的概率也很低 基本不考可以这么说 我们七度沙浆所用的水啊 可以最好用饮用水 用饮用水都可以喝 那这个水标准就不用说了 如果你是其他的水源 比方说抽出来的地下水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下降水 是吧 我们这个降水抽出来这个地下水 那么你如果想用那个水质拌和沙浆的话呢 必须要符合混凝土的用水标准 好 这是关于配合笔的问题 没有什么考点 沙浆的配合笔 沙浆配合笔呢 应该进行像混凝土一样 进行配合笔设计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计算和适配确定 这个没有考点 这个是重点 你在进行沙浆配合笔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哪几大原则 要满足我们沙浆稠度的要求 稠度就是沙浆的流动性的大小 有一个指标叫稠度 稠度值越大 代表沙浆的流动性越好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保水率 保水率 我们沙浆的保水率 有一个指标叫什么 分层度 还记得吧 分层度不能大于30个毫米 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要满足 沙浆什么 抗压强度的要求 所以沙浆配合笔要考虑三大原则 一个是稠度 一个是什么 分层度 要保水率也可以 分层度也可以 第三个抗压强度 这是沙浆的 这是沙浆的配合笔设计 我们要考虑三大原则 对于霍宁普配合笔 我们要满足哪三大原则呢 霍宁普强度 这是有的 那么霍宁普也需要考虑 他的这种工作性 流动性 是不是 那叫工作性 当然工作性不仅仅是流动性 还包括它的年级性和保水性 但是对于沙浆 我们就单独叫做稠度 对于混凝土 我们有一个很全面的词 叫做工作性 或者叫合一性 再一个混凝土 要考虑它的耐久性 这是沙浆和混凝土 在进行配合笔设计的时候 各自都要考虑三大原则 都有一个强度的要求 只不过沙浆的强度 说的很具体叫抗压强度 而混凝土就是强度两个字 因为这个强度不仅仅包括抗压 还包括抗弯抗折之类的 它有强度一个具体要求 再就是工作性 混凝土还有一个叫耐久性 是吧 好 这个汇总到这里 当气柱材料为粗糙多孔 且吸水较大的块料 或者是在干热条件 气柱的时候 那么应该选用 稠度质比较大的 因为那些块体材料容易吸水 对吧 所以沙浆要选稠度质大的 反之就要选稠度质小的 是吧 好 那么气柱沙浆的分层度 这个不得大于30个毫米 这在前面建筑材料的时候 我们都讲过的 这个指标是需要记住的 来确保沙浆具有 比较好的一个保水性 所以说我们沙浆配合比设计 说保水率也可以 说分层度这个指标 也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事工当中不应该采用 强度等级小于M5的水泥沙浆 来替代同强度等级的 水泥混合沙浆 比方说都是2.5 都是2.5的强度 强度等级是相同的 如果说最初的设计呢 是用水泥混合沙浆 来记住 现在啊 你不用水泥混合沙浆 你用水泥沙浆 强度也是M2.5 但是不能直接代替 如果你想代替的话 需要将水泥沙浆提高一个等级 就提高一个等级的话 那就由M2.5提高到M5 为什么呢 是因为M2.5这个强度非常低 那么水泥沙浆 如果它的强度是M2.5的话 那么水泥的用量很小 水泥的用量很少 那么水呢 用量很大 因为它强度低啊 所以说它容易离析 容易离析 而我们加了石灰以后呢 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加了石灰以后 我们的合异性会变得更好 而且加了以后 强度本身会下降一点 但没关系 我们在水可以少用一点 石灰呢 还会让我们这个年级性 流动性会都变得好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把这个石灰拿掉以后 你想是水泥沙浆是M2.5的话 那么这个沙浆不好用 这个沙浆容易离析 用这样的沙浆来气住墙体的话 墙体的墙都会把折扣的 所以我们在规范当中是地址的 M5以下 M5以下 说白了就只有这一个强度等级 直接说M2.5就可以了 你想用M2.5的水泥沙浆来替代 M2.5的水泥混合沙浆的时候 不可以直接替代 要将水泥沙浆提高一个等级 因为强度太低了 水泥沙浆强度太低的话 容易离析 不便于施工 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 好吧 接着来 沙浆的拌制和使用 沙浆应该采用机械拌制 拌制的时间自投料完 开始算起 那么水泥沙浆和水泥混合沙浆的 这个搅拌时间呢 不得少于两分钟 如果说我们里边探了粉煤灰 或者是外加系的话 不得少于三分钟 那么现场拌制的沙浆 应该是随拌随用 拌制的沙浆应该在 三个小时内用 如果说气温 施工的气温超过三十十度的时候 应该在两个小时内用完 三星二亿超过三十十度的话 两个小时内用完 如果说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温度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在三个小时内用完就可以了 如果温度超过三十十度 比方说三十五度像夏天 高温季节 那么我们沙浆 拌完之后要在两个小时内用完 OK记住三星二亿超过三十的话 两个小时内用完 一般情况下三个小时内用完 就可以了 好吧 沙浆的强度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 建筑材料的时候讲过了 标准沙浆室块的强度多大 7.07厘米 就是70.7的毫米 还记得我们混凝土的标准室块的强度吗 150乘150的立方体 是不是 150乘150而对于沙浆是70.7个毫米 也就是7.07 对不对 28天标养一组三块 这三块的算术平均值 所以我们的抗压强度 如果最大值和最小值 与中间值的偏差超过15%的话 怎么办 如果有一个超过15% 最大值和最小值 一并舍去取中间值 对吧 那么如果最大值和最小值 与中间值的偏差都超过15%呢 这次无效 对吧 如果最大值和最小值 与中间值的偏差都没有超过15%呢 哇 太好了 是不是 太好了 那这三个数 相加除以三 算术平均值 作为我们这个沙浆的强度代表值 是吧 那么沙浆 室块应该在 泄料过程中的 中间部位随机取样 取这个沙浆来做我们的沙浆室块 现场制作的时候 铜盘铜盘沙浆就同一个 的搅拌机 调出来的啊 叫铜盘沙浆 只制作一组十块 一组三块 对不对 每一节NP 而且不超过250立方米的气体 那比方说强 不超过250立方的强体的 当然是各种类型 低强度等级的气柱沙浆 那么每台搅拌机 应该至少抽点 一次 刚才说了 说铜盘沙浆 只制作一组十块 每次搅拌机 搅拌一次 这就是铜盘啊 对吧 并不是说 每一次搅拌完 都要做一组十块 不是的 每一个解验皮 而且不超过250立方米的 这种钻气体 你抽点一次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做一组十块就可以了 是吧 250 挺极力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 好嘞 沙浆强度 那么沙浆的原材料 我们的沙浆的配合笔 沙浆的搅拌 沙浆多久时间内用完 是吧 沙浆的强度的判定 这些有很多是我们前面 讲过的知识点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